祷告的时候常常没有感觉 没有带领 好像对空气说话一样 甚至没有办法祷告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当我们意识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的前提是 我是个正常的基督徒 我过去祷告生活都很正常 但是突然有一段时间 特别是最近 就发现像断了线 联系不上那种感觉 祷告知道要祷告 但是一跪下来 一闭上眼睛就没话可说 心里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说了也是像对空气说话一样 嘴在动心不动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个人的建议是以下几点 第一点一定要自然 不必做作 你来到你亲爱的上帝面前 至亲面前 你不需要伪装 悲呆表现得多么优秀一样 为什么说自然呢 自然很重要 第二就真实 不必要表现得很属灵 然后我们故意背一些经文 向上帝表明 我很厉害 我很属灵 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在上帝面前 故意装作一副很充满 很刚强的样子 其实上帝都知道 我们的本体的深处 我们最深的意念 我们这个没张嘴 我们心里所存的 我们过的那点 那个求事 做的那些求事 上帝都知道 不必表现出来 或者是怎么样 装作很属灵 赤露敞开 自然真实非常重要 很多基督徒 无法经历真实属灵的成长 就是因为常常活在 自欺欺神的这个光景当中 就是没有办法真实地面对自己 所以他没有办法真实地去 解决自身的问题 去真实地经历挣扎或成长 所以以真实的姿态 来到神的面前是非常重要的 神是真实的 他也希望 他也要求我们这些人 按着真理 靠着圣灵去敬拜他 或者说我们通俗所翻译的 心灵和诚实敬拜他 神所恨恶的什么有七样 骄傲之外 还有个虚假 对不对 撒谎其实也是一种虚假 对不对 为着自己的某种原因和利益 不得不在人 或者在神的面前去撒谎 虚假不诚实是我们信仰生命当中 非常要命的这个毒 所以真实自然就好了 总之我们在造我们的主 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 都赤露敞开的 没有什么可隐藏的 更何况上帝也不会因为我们的 那个求养 我们过的失败 他会挖苦或讥笑我们 所以我们就故意隐藏 不必赤露敞开 反而是获得医治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真实的面对上帝 上帝也真实的面对你 然后第三 就不要急功这个尽力 这个所谓的太功利了 所以祷告嘛 祷告就是求嘛 我带着我的需要问题一来 我就先拉出一个清单 上帝这个给我解决 那个给我解决 不必要这样 这样的时候往往还没有预备好祷告的心里 就匆忙的去这个求结果了 这样的话一定常常祷告却软弱 为什么 我们只是把祷告当作一种事物报告 让上帝解决问题的一个机会 却忽略了祷告本身 也是礼拜 也是与听祷告的上帝一种相会 一种交通一种生命的连结 所以祷告很多 生命还枯干 因为我们的祷告只不过是事物报告而已 所以不要急于解决问题 求你给我这个 求你给我这个 求你给我 求当然是祷告当中一个方面 但是不要急于功能 一坐下来先张嘴 先想着你想好的那些要报告的事 不要这样 静下来 然后静默 默想恩典 当你不知道说什么 感觉心里冷冰冰的时候 思想一下恩典 过去蒙昭的时候 上帝如何恩待你 过去上帝如何带领你 特别是一些危难的时候 上帝给你的眷顾 如何听你的祷告 借着什么样的环境拯救你所经历的 数算一下恩典的时候 渐渐我们那个冰冷的心 开始软化 当你思想主的恩典的时候 你就想起来 值得感恩的地方 你就一开始总想着挤出来点什么话 硬说点什么的时候 静下来的时候 反而由心发出感恩了 你数算神的恩典 你由心发出感恩了 上帝这样 你过去这样恩待我 你数算的时候 默想的时候 自然由心发出的感恩 感恩的时候又想到 上帝既然这样爱我 我却这样亏欠 就会想起自己的亏欠 自然带出悔改 所以前面不真实 不自然 急于报告 这种事情呢 往往是成为我们 拦阻我们亲近神 祷告的非常大的拦阻 我们把祷告变成 急功近利的那种 功利的手段 静下来 数算一下主的恩典 然后感恩 然后悔改 当你这样为自己的亏欠 悔改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就开始恢复了 开始恢复了 所以有的时候 没有感觉 没有带领 不要急于堆砌一些话 跟神报告 话多不一定好 坐在那儿 静默下来 或者跪下来 思想过去 神给你的恩典 数算一下 你的心就开始软化 然后甚至发出感恩 甚至就自然 圣灵就带领你 想起知道 现在为什么心这么硬 这么冷 这么没有感觉 不知道跟神说什么 这么生疏 然后就开始悔改 然后就开始 自然的就开始 有话可说了 所以祷告的时候 一定要真实的 来到神的面前 一定不要急于说话 默想一下 数算主的恩典 然后开始感恩 然后悔改 然后再把你心里面 想说的 或者是急于解决的 一些重担 忧虑 像他清新土一样 基督徒 过过信仰生活的时候 时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事物太忙 杂草太多 内心当中的倒被荆棘挤住了 今生的思虑 潜在那迷惑 或者是身体精神 极度的疲乏的时候 坐在那儿 也真的不知道 祷告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 不要太急躁 越急躁的时候 越不好 静下来 好好数算一下 主的恩典 我们总之不说 上帝也知道 然后默想过去 在神的面前 默想过去的时候 反而是一个 很好的恢复 数算主的恩典 然后甚至说 甚至叹息 主啊 你都知道 我现在这种光景 这么软弱 想说 想跟你沟通 但是又不知道 如何去说什么 从哪开始 主啊 总之你都知道 主啊 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即便现在这么软弱 然后等等 就这样思想着 根深究童 超越语言 不是用口去表达 说一些话 而是心里面去 根深沟通 所以感谢上帝的是 上帝就是这样 超越的神 他是无所不知 见长人性肺腑的神 如果上帝只是 接受我们 用语言的报告 来跟我们交流的话 那恐怕我们 跟上帝之间的交流 受很大的局限 有的是我们的眼泪 一个叹息 一个内心深处的呼求 超越语言的那种沟通 上帝就见长我们 更重要的是 你渴望寻求神 你渴望来到神面前 渴望与神沟通 渴望神的恩典 那种心 那种迫切的心很重要 依靠他 寻求他 然后哪怕有的时候 不知道 用语言表达 很重要的是心 这样的话 往往我们渐渐地 就开始恢复 所以这是第一点 祷告的时候 如果没有感觉的时候 可以试着用这 比起方法 我只是给你提的建议 你不要拿它公式 一公式化的话 可能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所以可以尝试着 这样来试试 会很大的帮助 就是千万不要做作 急于求成 等等 等等